各位同仁还有各位练习官员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请李部长 李部长请 来 官委员好 部长辛苦啊 我们今天所得税法第七条的修正案呢 事实上很多委员都咨询过了 大概可以探讨的议题也都十分的重复 但是也因为这个议题非常的重要 而且总统也说 生育率的问题已经是涉及国安的问题了 很多的委员都十分的担心 所以您就多辛苦一点 那本席还是比较希望 就是说来统整几个我们涉及的课题 请教部长 第一个今天涉及的当然就是说 到底是两岁到五岁或者是五岁以下 我们给予幼儿特别扣除额 这一点目前部长您听到现在 您个人比较倾向于会支持哪一个方向 这个当然给委员报告 就是在整个人口政策的规划过程之中 它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政策对岸 那在零到二已经有这个教育部啦 内政部啦等等有相关的措施 五岁以上又很多 可是这个理论不通 我是先给您报告 我们政策规划的它是来龙去脉 他只是说希望补充二到五这个部分的一个政策的这个缺失 所以才希望说用税的方法来补下这一项 本席是比较建议 五岁以下的话我们可以接受的原因 是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看金建惠就为了这件事情都还特别做了一个研究案 过去所曾经做过的研究其实都已经有结论 包括就是说财政部在这个研究案里面 其实也表明你们是反对用所得税的手段来达到 基本上我们认为应该是中性啦 对 你们其实是反对 在这里面 对没有错 你们被揭露的意见是反对喔 原因是因为其实世界各国的制度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说 如果直接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 其实才是最直接的 比较直接一点 那用所得税用课税的手段 落后一年 要去奖励的话 要去奖励的话 事实上效果是很有限 有限 那这个大概就是说 以这个法国 德国跟日本 这个是生育率最高的这几个国家来讲的话呢 他们大概他们的生育率都跟他们的补贴手段有正相关 所以财政部原来是比较支持补贴手段的 所以本席认为 其实你们的思考方式应该是补贴手段 福利政策 整个生育 那个部分要有更完整的一个国家的政策 比如说英国的首相财奇尔夫人 他一胎就生了双胞胎 他可以留职停薪两年 他可以当两年的全职妈妈以后 回到职场上 他的职务还在 我就认为说 对任何一个妇女来讲 我留职停薪两年 甚至于像北欧一样 还可以代职有配的 这个有 代职代薪 对代职代薪的育婴价 再加上留职停薪 加起来全部有两年 我代职代薪可以半年 甚至于可以更多 没关系 但是至少我留职停薪两年 这个制度只要有 我认为他的誘因就非常大 当然我也同意 赖斯堡委员刚刚讲的 第三个全部交给国家养 这也是一个好政策 但是本席认为说 其实生育之后 我的育婴价可以留职停薪两年 对任何一个妇女来讲 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诱因 可是既然真正有效的是 补贴政策跟福利政策 既然所得税的手段 其实部长您也知道嘛 这是象征性的嘛 对不对 基本上是说配合整个 对它既然只是一个辅助 那你既然是辅助的话 你就是五岁以下 全部都是辅助 那没有什么差别 好不好 因为你要把它分五岁以下 已经有别的表示说 二到五岁 两岁以下已经有别的表示 二到五岁用这个就够了 其实也不是 好不好 这个基本上 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 讨论的时候 大家会交换意见 那另外就是对于排富的部分 所得税基本上 确实是没有排富的制度 那本席认为说 现在当然如果我们很明确的来讲 讲排富大家就很振奋 好像是排富才是符合公平正义 但是这个议题 本席倒认为说 排富的部分 我们维持宪法 它内在结构的一个稳定性来讲 它是有价值的 而既然说每一个人在我们这个税法修正以后 最多每一年就是减免三千元 国家的财政的支出或者是减损 事实上也不是那么庞大 那我们在排富的效果利益很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相对于说 我维持所得税法 它内在结构的一致性 相对之下 两者的价值选择 本席倒认为 我们不一定要坚持排富 那这一点 部长您刚刚是比较主张要排富是不是 基本上我们为什么在政策的规划之中 纳入排富 但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现在的社会 大家比较期待所得差距变缩小 讲究说我们不排富的话 我给您报告一个数字 他讲究是用四十%的 薪资所得净额 已经是四百三十二万以上了 他讲究用四十% 所以两万五的话 他就等于说就省了一万块钱 省了一万块 那最基层的 那就只有省一千两百五 那感觉上就会差距很大 那既然部长您认为有这个问题 怎么当初会拿出这个案呢 当初拿出这个案来 其实就是您刚刚讲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取舍 做一个比较调和的做法 所以民进党的案还是比较好的案 他可以完全秉除 这也牵涉到不同的面向 社会正义的问题 财政收支的问题 对不对 当然有社会福利的问题 都要去考量了 很简单嘛 他就是保证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三千块钱的税收 或者是利益的补贴 那因此呢 部长您知道 因为现在行政院的版本拿出来 这种逆分配的现象 非常的不合理 他会变成说 越贫穷的人越不被鼓励生育 其实是有贫穷 他还有别的措施 还有别的措施 我就单讲你这个制度 本身就是贫穷 应该也不是这样讲 就是我们多一个措施 总比现在进步一点 但是你多出来的这个措施 确实贫穷其事 应该这样子讲 总理来讲就会 总理的配套就会有贫穷 我们都想要看正面的发展 比较好 可是这个相当负面 我认为这个逆分配 那这基本上你自己是内部是矛盾的 也不是因为整个所得税 他累积税的积极就是这样子 所以部长本席希望你能够秉除党派之间的 我们没有这样子啊 所以不需要你讲来 我们没有这样子用这样子 谢谢 您一长所提 可以秉除这种逆分配的现象 你想想看 申报税率如果是5%的 只能够减1250块嘛 那申报的税率12%的是减3000块哦 那这种甚至于你完全免申报的家庭 低于必须纳税的家庭 是完全不被鼓励 那就是说我越富有越鼓励生育 然后求人家我就不用这个口感来鼓励他好不好 这一个税制面就出了这个问题 所有的扣除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民党主张本席也带领提案的一个案 跟民党的案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认为申报税率5% 每人每年是6万块钱的特别扣除额 然后申报税率12% 每人每年是25000元的特别扣除额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保障 我们保障5%12%等等这些 必须要纳税的人 就是每一年可以减免3000元的税付 那如果说低于纳税标准 不需申报的话 我们每人每年发给3000元的补助 当然在所得税法里面采用补助的措施 就如同在税制里面去引进排富措施一样 这个都有内在结构上面的问题 但是既然部长您认为可以引进排富的措施 你不会去想到整个体制内在结构的一致性的稳定性 那米朗的版本特别对于贫穷的家庭弱势的家庭 也能够保障3000元的补贴的这个部分 我们是希望等一下我们协商的时候 大家能够予以接受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既然要奖励生育 其实这是马总统的证件 而且是马总统证件当中还没有实现的 然后最后再做证件大清仓 我想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财政部最后决定接受了 本来你们是反对的 那在这种证件清仓的时候拿出来 应该不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希望证事会更进步 政府的政策更合理 弄出一个这样逆分配的案子 我们也是觉得是蛮极旧章的 但是如果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 让狡立奖励生育的政策更完备 我们也不会基于党派之间说 马总统的证件我们就预备一个也不会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是一个更合理的 更公平正义的一个好制度 一起来努力 谢谢 好 谢谢广委员的咨询 广委员刚才赢了